现在是12月上旬 多伦多 这是我的三角梅正在盛开 这个三角梅是千叉的小苗 好像是都记不太清楚了 今年春天千叉的 然后夏天在院子里头 一直也没怎么长 曝晒的情况下 生长速度都挺慢的 但是在我这个生长灯下 生长灯长啥样呢 这就是我的生长灯 据说是600瓦 实际测了一下 耗电是105瓦 这个大概是一个月前 10月底11月初搬进家的 当时呢 也还是小苗 但是在生长灯底下没过一两个星期就开始开花了 开始放在生长灯底下是这样放的 这边有个箱子挡住了 你看 灯光照的少的地方 长得很慢 照的多的地方 蹭蹭的 这里还有一盆同时扦插 同时搬进屋 放在生长灯底下 你看状态也相同 说明什么呀 这不是单个的一个case 一个案例 这是普遍存在 在生长灯底下生长良好 而且最重要的是容易开花 当然扦插也不是百分之百成功 你看这是一颗死的 好像拿进来的时候还活着呢 应该是当时扦插了4颗 现在还活着2颗 在生长灯底下不仅开花 而且还生长迅速 这个花大概你看是开了一个月 将近一个月左右 还能再接着开 那么开完了以后它又会继续长 不仅仅是千叉的小苗 原来大苗也是 你看这底下杆都凸了 它的盆在那底下 这上的杆 这底下杆都完全凸了 但是马上在生长灯底下 马上就开始新长叶子 开这么多的花 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脑袋 这些夏天都加过一次缓氏肥 就是均衡的缓氏肥 后来也没再浇肥 冬天就是需要特别注意 在生长灯底下 一个生长快 再一个它 你看叶子薄 花瓣也薄 那么散失水分就很快 经常需要浇水 这个小盆的可能两三天就要浇一次水 生长灯的差别很大 我这个是耗电 刚才说了105瓦 然后它好称是相当于600瓦的灯 那么我另外一个灯 生长效果就没这么好了 去看一眼 这就是这个灯 这是一颗比较大 非常大的一颗 当然相对来说 比刚才那个大很多的 也是在这里有一个月了 你看只长叶子不开花 这个灯的耗电是35瓦 据说相当于150瓦的 而且我这用了两个灯 你看见没有 两个灯照它 当然它一个是距离远 这两个加起来才300瓦 仔细看这个叶子 倒是挺大的 挺健康的 所以说这个低瓦树的灯啊 也就是让它活着 活的还不是太委屈吧 但是达不到开花的效果 而且像这个 它是藤本植物 长得挺高大的 你也不可能把灯离得很近 那么离上的近 离下的还是远 那么这个灯也号称是能帮助开花 那就要求是植株比较小 比较矮小的花 然后离得很近 也许行 或者说对于耐阴 就是对阳光需求不高的植物 也可能有效果 比如说茶花 而对于三角梅这种需要暴晒才能开花的植物就不适合了 再来看一眼 旁边这一棵 这是球兰 它需要高亮啊 这个亮度是足够了 但是这个地方是开阔的空间 没有温室 潮湿程度不够 可能也就30%左右 所以它长得也不是很旺 这个长这么大 是以前在别的地方长得很旺 在我温室里长得很大以后 我把它搬过来做个实验 旁边这一箱子都是卡特兰 你看空气堪灶 但是呢 阳光光线 灯光很足 它长得还挺好 所以结论就是没有万能的生长灯 不同的灯啊 需要给不同的植物 或者不同的植物 搭配不同的灯和生长环境 好啦 这开灯的就是这么亮 天哪 有点睁不开眼睛了 关于生长灯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会尽力解答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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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次见